这种 之前应该各位有学过 PHV 没有吗 还是 JSP Java的 server page JSP 然后 其实微软的是 ASP.NET 是用 C Sharp 的 其实这些东西员的原则都差异性不大 反正就是你背后 如果像之前你用 JSP 的话 背后还是用 Java 你写完之后 还是可以在 server page 上面 run 主要当然要解决互动的问题 就是我要怎么把一些相关的参数 从我这边 client 端 传到 server 端 让他可以 run run 的时候再丢一些结果 到 client 端的网页上面 show 所以刚刚第一个我们要解决 完全没有互动的话就是 hello 1 你就 hello jungle 不过这个 hello jungle 永远都 hello jungle 如果说我今天要跟他互动 所以我要传一些 URL 的参数给他 那这个参数要怎么传 所以我们这边又需要写第二个 hello 2 所以如果 hello 2 那你就要想 URL 必须要再增加一个 增加一个东西给他 就是像刚刚我们用 PACE PACE 后面跟他讲说 我这边多了一个 hello 1 他找到了 那不过 URL 2 比较麻烦 他必须除了丢这个 PACE 之外 他还需要多增加给他什么呢 一个参数 那这个参数的话 也许我要在这边加一个 比如说我传给他一个 Terry 好了 那他 enter 过之后的话 他就会出现叫 hello Terry 意思就是说我把什么 这个传给他 他要能够抓得到 而且抓到之后 并且帮我把它 在那个 HTTP response 后面 本来是 hello jungle 变成 hello 加一个变数 那个变数就是从我们这个网路 那个网址 URL 上面传给他的一个参数值 他就把那个参数值抓到之后 再串到那个后面 让他可以显示正确 类似像这样应该可以很好理解 只是说这个有些细节一点点错都不行 enter 一下 Hello Terry 出来了 当然如果你想说 这个如果不是斜死的话 你可以 Hello AAA 可不可以 enter Hello AAA 就出来了 也就是说他丢不一样的东西给他 他就会呈现不同的结果 不过特别主要 这个传递的方法一定是斜线后面加一个 如果你还要再加一个的话 你斜线后面还可以再串一个 斜线还可以 就是你可以传好几个参数给他就对了 跟以前在用JSP JSP后面是个问号 哪一个参数等于什么名称 end 哪一个参数等于什么名称 优点不太一样 传的参数 不过其实 Python 里面也可以传类 是刚刚讲的那种问号 然后参数名称等于什么 参数end 参数名称 只是说写法不太一样 我们先讲第一种写法 Hello 这边 那首先第一个要先知道什么 跟刚刚一样 反正以后如果你要写任何的 这个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方讯 就是你第一个一定要先知道说 要先转一个 先新增一个方讯 所以这边的话呢 一样我们先第一步 一定要先从view里面 views里面先增加一个东西 那我要增加什么呢 其实你可以把上面抠下来改 有没有 其实Hello1跟Hello2 猜在哪里 第一个 因为后面我会多一个参数 多一个有没有 多一个参数 那这个username的话 实际上就等于是 我从那个url传给他的 他接收到了 然后把它串在哪里 串在这边 有没有 所以我刚刚不是打一个Terry Terry就带到这边来 那可是我后面一样是 return一个htt respond 那差别的地方就是说呢 后面就把这个串在这里 那那个也是一样用标题一好了 但未来你也可以把它自改一下 颜色啦或其他 反正你html自己修改一下 他效果就可以做出来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先第一个view OK的 这应该没问题 反正以后 你如果要写那个后续的程式 反正第一个先view OK了 第二个的话呢 你就是再到什么呢 UIL 里面 去把他这个 function 告诉他 对应他的某个 UIL 对应到某一个 function 这样就OK了 只是呢 特别注意 他这个UIL 我们第二个say hello 你不能用刚刚paste的去述方法 你只能用UIL的去述方法 因为他必须 他要能够传 他不是单纯一个paste 而是说他需要传递一些东西过来 所以我们用UIL来做 不过UIL来做的话特别注意 这个UIL他预设是没有帮你 import进来 所以如果说你 假设你用UIL的话 他这边会出现错误 就是他找不到 你找不到这个 function 在哪里 所以特别注意 你上面必须要 import一个东西 这个 import的东西就 Jungle 里面的 config 里面的 UIL 在 import的 UIL 这可能稍微细一下 这个位置 这个 UIL 要把它 import进来 或者他找不到这个 UIL 的 function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告诉他说这个网址 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说 我前面加一个 R 一个绝对的位置 绝对位置 跟他讲说这个绝对位置 那这个后面的话就是所谓的正规表 或者叫正者表示法 正者表示法的开头就一定是这个符号 结束就是这个符号 OK 开头跟结束 开头在这里 来结束到这里 那里面的话呢 我在 Hello 2 斜线后面呢 我要放 放什么呢 放 这个可以让使用者 key 一些资料 那这些资料的话呢 如果你是反斜线 W 的话 意思就是说 这应该有学过吧 就是 不管英文大写 英文小写或数字都可以 就是说 只要是他一般的资源 他都接受 后面的话呢 都一个加的话 就是说 他一定会是一个以上的资源 OK 阿瓜胡的话就是包在里面 反正这里面的话呢 我就是要放这些字在这个位置 OK 然后呢 后面就是结束符号 OK 开头结束 他就放这些 然后并且如果他输入之后的话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 他输入的东西怎么样呢 带给这个hello 2 hello 2 所以后面是hello 2 那hello 2后面特别注意 我们刚刚in import的时候 有in import say hello 不过我印象中好像 好像是不是自己打 他会自己帮你把它加上去 如果你打一个say say 他会出现say hello 2 那你点两下他好像会自己加 对 Eclipse会蛮贴心的功能 OK 当然如果你要不是用eclipse的话 你可能要自己打 反正一定要in import过来 他才找得到 否则一定会出错 最后save 这样子的话呢 就大功告成 OK 所以run一下 应该我刚也没改 反正就是这样子的话 我就传一个东西给他 enter 他在那边接到呢 接到了 并且帮我把它放到这边来 response 出来 OK 应该可以懂我们的意思吧 所以 刚刚第一个先views 把刚刚的改一下 多一个什么 在后面串一个username OK 然后放在这边 say hello 2 第二个的话 UIL 那就不能用paste了 我刚刚试试不能用paste 不过你们可以再试试看 因为旧版的 一律用UIL 新版他突然又给你蹦出一个paste 那我还没有时间去查 而且你们可以试试看paste是不是 也能够做出一样的效果 OK 这个可能再看一下 好 那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来切一下 那hello 2 就多一个变化 就是可以跟他互动 可以传一个参数给他的 OK 然后再来还要做什么 再来hello 3 hello 3的话 可能就要把它做得更漂亮一点 否则的话现在实在是太阳春了 OK 所以接下来呢 你要再了解templates templates就是里面还要放网页 网页可能就是类似一个 有点像template template应该知道 它就是一个范本 然后呢 范本里面有好几个可以填资料的 你就把资料填到那个 html的范本里面就对了 所以叫template template里面还可以再放 其他还有像status 就是可以放一些静态的东西 包含就是css 或者是说放一些图档 让这个动态网页变得更生动活泼 所以它的操作原理原则 就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你主要是要了解它怎么运行的 因为网路上我也是看了蛮多 那个相关的书籍也好 或者是别人的一些分享 但最后发现 哇他们讲的好复杂 而且到处都是在下指令 到处都是在下指令 我想说其实也没那么复杂吧 主要是要你要了解 它到底在怎么run 怎么运行 你如果能够了解它怎么run 怎么运行 然后呢你就比较知道说 下一步该怎么做 然后把它稍微动一下 也许你要的效果就出来了 千万不要就是到处call 这边找到了 然后也许你用百度call 找到了 然后又call一点 call一点 最后 大概是极大层 可是最后都不是你的 所以你也可能会产生一些错误 那你就相对的你也没办法去解决那个问题 我觉得最终还是要了解它到底是怎么run 然后如果我要改的话 我只要 其实我只要照着它的相关规范 我可以改出我想要的那个效果出来 OK 所以基本上都会在 under control 就是都可以很快的想要把你要的效果给做出来 OK 试一下 那没问题吧 这个应该算是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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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